主杯咖啡需要多少人 对于许多人来说 只要走一小段路 然后将咖啡到杯里 但这种简单的大众饮料 经历了跨越全球的历程 其成本和复杂性 远远大于你的想象 它始于如哥伦比亚偏远的 皮塔利托镇 在那里 家庭农场砍伐当地森林 为一排排整齐的科菲亚树 腾出空间 这些灌木状植物 最初在埃塞俄比亚驯化 现在与整个赤道地区种植 每株灌木都长满了小浆果 叫做咖啡樱桃 由于同意之上的果实 会在不同的时间成熟 因此最好手工采摘 但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加工方法 在皮塔利托 收割工人从黎明到黄昏 在高海拔地区辛勤劳作 经厂每班次采摘超过25公斤 但工资极低 工人们把它们采摘的果实 送到潮湿的末房 这台机器将种子从果实中分离 然后按密度进行分类 最重最浓郁的种子沉入底部 在那里 它们被收集并放到一缸水中 发酵一两天 然后工人洗掉剩下的果肉 把种子晾干 一些农场使用机器进行这个过程 但在皮塔利托 种子被散置在大网架上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 工人们定期翻爬种子 以确保它们均匀干燥 干燥后会有卡车 将咖啡豆运到附近的工厂 工厂配备了几台专用机器 吹风机按密度进行重新分类 各种筛子按大小过滤 光学扫描仪按颜色分类 此时 所谓的Q级专业人士 会选择咖啡豆样品 来烘烤和酿造 在一个叫做杯测的过程中 他们评估咖啡的味道 香气和口感 以确定咖啡的质量 这些专家给豆子分级 并且备好发货 工人们将装有多达 70公斤干燥分级咖啡豆的粗麻袋 放入钢纸集装箱 每个集装箱 最多可装载21公吨咖啡 货船载着超过25名船员 从热带港口出发 将咖啡运输到世界各地 但进口咖啡最多的国家 莫过于美国 即纽约市每天就消耗数百万倍 从哥伦比亚到新泽西的长途旅行后 我们的咖啡豆通过海关 码头工人卸下集装箱后 一队18轮货车将咖啡运到附近的仓库 然后运到烘烤厂 在这里豆子进入烘烤机 由金属手臂搅拌 并以燃起火焰加热 附近的传感器监控咖啡的水分 化学稳定性和温度 而训练有素的咖啡工程师 在整个12分钟的烘烤期 会进行手动调整 这个过程让种子内的油释放 将种子转化为可研磨可冲泡的豆子 色诚深踪香气浓郁 烘烤完后 工人们把豆子以5磅的袋子分装 再由货车队送到全市的咖啡馆和商店 现在咖啡已经离你很近了 你几乎闻得到它的香味 但还有最后一关需要帮它一把 每家咖啡公司都有一位采购主管 他精心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豆 物流团队管理咖啡豆运送路线 全市勇敢的咖啡师 为来去匆匆的顾客 提供这种含咖啡因的甘露 总之 咖啡需要历经数百人之手 才能送到预定目的地 这还不包括维护运输基础设施的人 其中 许多人在危险的条件下 赚取微薄工资 有些人根本没有报酬 因此 当我们可能惊叹于这种商品背后的全球网络时 让我们确保我们不把最终产品的价值 看得比制造它的人更重要 茶作为世界上一种最受欢迎的饮料 它怎么样 茶的源头是哪里 为何如此深受欢迎 观看这段视频 探索茶的悠久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